通過對漳州外來鉛筆 和相關史料的研究考證 林南中寫下了明海碧源 漳州外來貨幣 在我們漳州啊 多少錢我們是讀著多少雷 那這個雷跟普通話的這個錢的區別 那為什麼會讀成雷 它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就是跟越港 當時跟海外貿易是息息相關的 就當時西班牙流進來的貨幣 它的貨幣單位叫做瑞 那外幣這種在漳州的這種銀線 也不單單是這個雷字 它滲透變非常的廣 比如說在漳州進城 城環廟裡面有一個 當時海外各個撲口捐獻它的 當時它收了一個水災 就是各個商號捐獻多少錢 它記帳很詳細 細話叫多少錢 它就寫多少賬 占領的這個賬 林南中考證 從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初 西班牙 荷蘭 墨西哥 日本 英國 美國 大量的外國銀員 源源不斷地流入漳州一帶 從青中葉一直到民國初期 漳州官方和民間交易 納稅 商業記帳都經常以翻銀作為結算貨幣 漳州南京縣它有一個村 它整個村就是都是移民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當時它也是荷蘭的殖民地 那這個村的寺廟裡面的碑客上面就記載 就是說當時海外華僑回來捐獻 就是說修建寺廟的時候 它捐獻的它不是像中國說捐獻多少年 它直接就是核營 核是我們核七七的核 就代表當時的荷蘭 就是說使用的 它們捐的就是用荷蘭的銀幣來捐 通過粵港連接了海上絲綢之路 外國銀員大量湧入漳州 廣為流通 在市場的作用下 推動了中國貨幣的改革 清朝道光年間 漳州鑄造了我國早期地方自住銀員 漳州鑄 漳州鑄 它的鑄造時間是在道光二十四年 雖然有人說它是正成功時代 或者乾隆時代等等 但是我是認為它在道光二十四年 是符合當時的這種歷史背景 因為台灣它也鑄造了一種叫做老公營 老公營它是在道光六年七年 比漳州還列為早了一點 因為台灣當時的貨幣流通 線線跟漳州是十分鮮視的 所以這種壁製 地方先行鑄造的這種可以以美點數的這種貨幣 又慢慢地去推動了地方政府和中原政府來鑄造這種貨幣 那到了當時就是說有吉林也有鑄造 上海都是屬於比較民間性質的 那後來就是說官方的在關稅十五年 就已經獲得批准可以鑄幣 那十三年正式鑄造了廣東的廣東關稅元寶 東西方經濟圈驟然地交匯融合 在世界形成一個整體的歷史進程中 通過粵港連接起來 滾滾而來的白銀 推動了中國銀本位置的確立 並且使白銀成為世界貨幣 形成了一個全球貿易網絡 並由此改變了世界的歷史 那當時中國的時候 本身就不是一個產業國家 而且當時在這個明朝萬利連監的時候 張基正實行了一條變化 把原來的勞育地株改成貨幣地株 那這樣你白銀的需要量就越來越大了 那中國又不是產業國家 白銀的需要量越來越大 那銀價就飄行了 那這樣的時候 它西班牙把墨西哥銀員載過來的話 那這個整個價格的差別就很大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中國的商人 特別是福建的商人 就從越港這個地方出去 把絲綢出去換他的白銀進來 那整個貿易就發展得非常快 那這樣的時候 那西班牙人也找出了這條道路了 讓你世界上出現了一個 專門賣白銀起家的西班牙網購了 那這個銀價的上升呢 又促使你西方各種產業的發展 其實在不同意義上說來 它也對英國的工業革命 也起到了一個電機的作用